那大股東在套利 我也帶你套利 等你們賣老股的賣壓賣完了 我帶你進場下去 161塊錢買 兼174塊錢 你賺13塊錢 輕輕鬆鬆 歡迎收看鏢股鎮囊團 我是你的老朋友宇哥 今天台北股市大漲 漲了190店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一次就是外資的資金行情 你看外資11月份大買 把今年的賣超又轉成買超了 關鍵是在10月31號指數還破低 還在15975 那轉眼間今天在17408了 哇這個漲了1400點 接近1400點了 接近1400點了 1791597517408 漲超過1400點了 難道是空穴來風嗎 我10月31號是跟各位講 美元指數是強弩之末 有沒有 我那時候跟大家講 大家要把握 因為美元指數呢 它是利多出境 高檔背離 強弩之末隨時要下去 你看到美元指數這樣跌 所以第一個 你就算沒有積極的買股票 你也不會笨到去追美元 我可以講說我在很多的節目 我都告訴投資人 美元指數要轉弱了 不能去追它了 那你就算股票沒賺到 你起碼你的美元對不對 你手中的美元你換成台幣 你也是大賺嘛 這就是為什麼這一次外資啊 你可以看到外資 持續回補台股 有沒有看見 因為各位你知道那時候 台幣從32.5%升到31.9% 今天是31.9% 各位你知道嗎 外資什麼事情都不做 他匯進10億美元 他就賺6億台幣 這樣你懂意思吧 所以他們匯進來買股 他們也賺了這個匯價 可是那是外資的事情 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也沒有10億美元 匯進來去賺這個匯差對不對 好 那我們有什麼 我們有標股 安國從我當時跟各位講 我連買兩次 均價在42塊錢 後來再買 到今天最高來到79.8元 波段已經標9成了 各位 台股在這邊落底 台股在這個地方還破低 我在台股破低之前 就帶你買安國 連拉三根漲停 大盤從這裡開始漲 漲了1400點 安國從之前飆了90% 大家都在講安國了 今天安國恢復正常交易 大家都在講了 我請問各位 你今天去追安國 或是你在這裡 你在這附近去買安國 請問各位你賺多少 你不要說你不要說90% 你連9%都賺不到 你連9%都賺不到 我賺了9成 標股常有 誰比我做得更靈活 對不對 可是大家都一直看 一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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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明可以賺7成8成的 我們不要講9成了 你兩段加起來 你賺個3成5成 你100萬變160萬 賺個6成都不是問題 是不是 那你看看華訊 帶你平台下買 我做幾趟了 你跟著我 時不時就有訊息 告訴你 恭喜漲停板 那叫醒你的不是鬧鐘啊 是我漲停板的訊息啊 你看到什麼時候買的 10月24號平盤下買華訊 你看見沒有 平盤下試駕買進華訊 48.5元收49.25元 10月24號買 25號就漲停給你看 人家都在當衝 對不對 亂衝 衝到盤下 我告訴你再買 拉上去 戳掉 眼睛張開就收錢 對不對 打下來大跌再買 有誰做的比我靈活 每個都有標股啊 對不對 但是 很多人標股是上去追的 那下來停損 破線停損 我大跌大買照買啊 買完上去又漲 又大漲 我又我又對了 獲利入貸又收錢了 再接回 昨天又漲停 各位 股票市場裡面 你要不就是資金很多 要不就是 你必須要靈活操作 不要股每個人都有啊 那我常常跟各位講 你要記得一點 現在有行情 有行情你就要趕快 有沒有行情 來 華新光我帶你抄底 大家一直看 對不對 我也 這個 你說看很正常 為什麼 很多老師 買在這個地方 買在170 180 180跌到122 這個老師一定停 一定停損 對不對 買在這裡 追在這裡 我說這個分盤交易 有沒有 我說這個分盤交易 那後來呢 阻力拉高 引誘散戶去追 引誘你們頭部老師去追 不會買的去追 追到180 直接給你跳空跌停板隔天 你看到沒有 直接跳空跌停板 一根兩根 還三根跌停板 我在隔兩天 我進場抄底 122塊最低那天 進場抄底 各位你看到沒有 後來 上禮拜我是不告訴大家 我說華新光他要獻增 139塊錢 所以 獻增他會有短線上賣老股的 那上禮拜五殺到160塊錢的時候 我說那個地方 短線上面賣老股 套新股的 套利交易 禮拜五應該差不多了 所以我說禮拜五怎麼樣 有沒有 禮拜五華新光平盤下 定價16億元買回 你都買得到嘛 12點46分啊 對不對 因為當天 有套線的賣壓嘛 各位你想想看 139元的認憲增 我手中有華新光 對不對 那我會不會賣掉 假設我會算 那假設我 假設我手中有100張華新光 那按照我可以認購的比例 我套線我就算一算 我隨便講 100張華新光 假設我記得好像是5%對不對 100張華新光 我可能賣掉假設5%啦 我賣掉5張華新光 那這5張華新光對不對 我到時候 我可以認購是139塊錢 那我107賣掉 我139塊錢可以接 我中間不是就有31塊的價差 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31塊錢的價差嘛 對不對 這很簡單的邏輯 所以我跟你講 我說你趕快買 你跟著我趕快買 華新光平盤下定價 上禮拜五 161買進一筆 你看到沒有 今天直接拉漲停 174塊錢 174塊錢 那大股東在套利 對不對 我也帶你套利 對不對 等你們賣老股的賣壓賣完了 我帶你進場下去 161塊錢買 今天174塊錢 你賺13塊錢 輕輕鬆鬆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講 我股票給你 你都不見得會做 我代號給你 你都不見得會做 安國 我代號給你 我漲了九成 你們老師都是在這邊才追安國 追什麼 追什麼安國 在這邊才在追安國 這邊可以追 那你為什麼這邊不買呢 為什麼這邊不買 為什麼這邊不買 漲了90%之後才要追 漲了90%你才要追在這裡 這什麼邏輯我不懂 那你看華星光就好 標股每個人都有 有誰比我靈活 我進場抄底 三根跌停板之後 在122那一天 最低那一天 進場抄底 我連買三次 我禮拜五再接回今天漲停板 我禮拜五接回今天漲停板 來楊智 像不像當時的華星光 我有沒有跟各位講 我公開講我講了三天 我講了三天 當然上個星期五 我講一次 我說我沒有漲智 可是你有漲智的 你想做漲智的 就像當時的華星光 漲智很多人追在高點 就像當時很多華星光追在這個高點 我說我沒有華星光 可是我要進場抄底 所以我說你有華星光 你來找我對不對 我要進場抄底 我後來不是很漂亮的 進場抄底嗎 買在最低 楊智不是一樣嗎 我說我要進場買了 你趕快找我 我股票代號給你 你都不見得坐著贏我 來 我連講三天 第三天平盤下23.9元 買進楊智 禮拜二 我禮拜五講一天 禮拜一講一天 禮拜二第三天 我進場下去買 我帶你進場下去買 平盤下買進楊智 23.9元 禮拜三就漲停板 禮拜二買進楊智 平盤下買 禮拜三就一直漲停 一樣叫醒你的是漲停板 是漲停板的訊息 不是鬧鐘 兩天兩支 對不對 波段高點 100萬 三天變128萬 報勞 報勞 不要賣 不要賣 又一根漲停板 昨天又一根漲停板 各位 楊智啊 我買完之後 一天 兩天 三天 四天 今天第五天 我買完之後 五天 你的100萬變143.5萬 你50張 你大賺50萬 從23.9 到34.3 超過10塊錢 10塊錢就是一張是1萬 10張就是10萬 20張20萬 30張30萬 50張50萬 你都可以輕鬆的賺到手 親愛的 每個人都有標股啊 誰比我做更靈活 想要用漲停板方式把你叫醒嗎 就像華訊 華新光 安國 陽智 一樣 用最輕鬆的方式 跟你的服務人員聯絡 把下一支帶回去 好不好 這張股票主身段準備噴出的 不易 好不好 想做主身段的趕快來找我 沒有辦法手續的 來 用最輕鬆的方式 跟你的服務人員聯絡 把下一支漲停板 帶回去 祝大家天天都有 掌停板 你